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吗 你不是说我能忘了吗 我怎么能忘了 你是我大学认识的第一个朋友 还分到同一个宿舍 是个人还是同一名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肥 我到你家门口了 怎么样 信不信信 快看得到 嗯 我马上来 你等一下 你怎么来也不早说一成啊 来 生日快乐 谢谢 这是我给你的生日礼物 三两碗的 谢谢你 走 怎么会有这么多菜啊 单身女性嘛 要对自己好一点 你来了 就更好了吗 原来你早就知道我来 看来 我们还挺有默契的 水果沙拉 这是我男朋友最爱吃的 卫一 你怎么了 我男朋友她 出轨了 怎么会呢 是不是你想多了 我调查了她的消费金融 发现她多次购买女性奢侈品 还有开放金融 真的吗 每周都有了 我怎么这么烦 卫一 你别难过 男人都是不可靠的 男人都是不可靠的 我去拿个外卖 走 你干什么 我干什么 我打我男人叫你管 你住手 白铃飞 我是真没有想到 我最好的朋友 会跟我的男朋友搞到一起 要不是我看到她 称衣离你的口红 然后去调查她 我这辈子都不会知道 那个人真的是你 白铃飞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你要这么对我 好 今天 我们就给你倒两个 苏维依 你给我的口红我也不要了 你别说得那么冠面堂 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才好朋友 我不会是你认为 最配合的那一个吧 口红 我是故意的 我就是想让你知道 我的存在 我想让你知道 她根本就不爱你 你以为她是真的爱你吗 是 那你以为全世界的人 又不爱你吗 你真的爱她 我 你让我决策 你让我决定 她就要松尾 中国青维依 例えば 要不断 她就要不要了 就是负了 房间的 这东西 所以你还要 一属我 这一属我 我帮你放心 虽然我现在跟他在一起 但是我的心里 你还是排第一位 真的假的呀 大小姐 当然是知道 你不相信我 那我考虑一下 这有什么好考不到 你得疼我吧 你别当 小小姐 你最喜欢的玉尼波波奶茶 我给你带过来了 羞扯 孟小姐 车都销好 不过您这车是 二手的泡水车 里面的零件 出了点问题 所以说经常会 怎么可能 我这是我朋友送的新车 因为我的专业程度 一般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孟小姐 你最近 有没有空 想点 我们俩就在新车上 有没有空 白临飞 请问大名 刘总 我不会喝酒 我以茶代酒敬你 小白 你们公司的化妆品我看过 感觉口碑还是差点 要和我们合作的话还有差距啊 小白 你也很有潜力 这样吧 你不会喝酒 我每喝一杯酒 你就吃一块芥末 怎么样 不会这样吧 你们的产品 也像你这么经不起考验吗 不不不 我可以 好 齐总 齐总 你们认识啊 白小姐 是我的好朋友 什么 你们在谈业务 对了对了 小白总他们公司的化妆品 想入住我们商城 我再考虑 我很欣赏他们的彩妆 年轻又有活力 如果你们的商城 得让他们的产品入乎 我们许是可以考虑合同合作 那这是我们的荣幸吗 白总 那明天你来我们公司 签合同吧 好的 谢谢 你稍微等我一下 我去 冰淇淋是世界上最能其辣的 谢谢 好 嗯 呃 这附近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夜市 如若我们去逛吧 嗯 情况就是这样的 爸 你自己看 我不管 这关不行 不行 这婚你必须得结 为什么 爸 我的未婚夫是个家的 你要把我往火坑里推吗 你不小了 你应该知道 对于我们孙家来说 嫁给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个人的家世人品 我希望你能嫁给他 不仅是为了你的未来考虑 这对于咱们家来说也是好事啊 唯一听我一句劝不要做错的选择 这是什么好事 你只在乎背后的利益吧 你有考虑过我的幸福吗 警察给我打过电话解释并保证了 既然他低头 我觉得 这事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 你哼什么 还真是能行不行 你怎么说话的 我是你父亲 怪不得 怪不得你的婚姻 你的家庭都是失败的 以为你根本就没有感情 你真的是 越来越无法无天了你 开门 开门 你放我出去 孙大明 订婚前你哪儿都不许去 老老老实实拍着 小姐 好 好 文娟一个人哪 你哥哥喝个影啊 来来来看电头 好 给哥哥笑一个 孙小姐 小白师傅 你怎么喝这么多啊 你别动 别动 别动 小心躲啊 小心躲 孙小姐 我先去帮你躲避场 你不要走 我害怕 不要走 不要走 拜拜我 站住 爸 你还有脸回来 我为什么不能回来 你自己看看这个 你赶紧给我到徐家道歉 为什么要我去道歉 明明是他嫌对不起我在先 我早跟你说过 我们需要徐家的联姻 你必须跟他结婚 现在你闹出这一出 你都丢进了我孙家的脸 你就是个不孙女 我丢脸 你不关心我昨天去了哪里 有没有受到伤害 你只关心你的利益 你不是绝对不会道歉的 反正我也不想见着我 你敢不去道歉 你要是不去完回 你就再也不是我孙家的人 也不是我的女儿 好 那我就离开孙家 让你保住孙家的脸面 你走 走了就不要回来 我都要看看 没有孙家 你能不能活下去 你放心 我就算做乞丐 我也不会再回来的 黄总你看 你想做纯天然护负品 但几步资金缺乏 想找我们投资是吧 是的 你的计划书我看过 确实不错 但是必须从天然植物中提取 几步资金巨大呀 你虽然在社交平台上 有一定的影响力 但是我在你身上看不出 品牌创始人的潜力 可是黄总 没有人生来什么都会啊 哈哈 这话对你来说是挺励志的 但是我们公司 不是慈善激动 我们不会投资 没有希望的事情 孙总 你的女儿 这下肯定找不到投资了 马上就会乖乖的听你的话 你们修车行旁边的那家餐厅见了 哎好那咱们一会见 ى 会 啊 这是我的提前报告 我身体健康 没有任何急剩 是我的银行卡 里面有我十万元的积蓄 如果你愿意和 能不能 做我的你朋友啊 這 我想對你負責 我們都是成年人了 你不用對我負責 可是那天我們 一天晚上我們 那樣的都 那天晚上大家都喝多了 可是我是真的很喜歡你 我想要對你負責 謝謝你的喜歡 我不用你對我負責 哦 哎孫小姐以後你還要修車的話 還可以來找我 謝謝 可欣 走 雷奕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給 這是你喜歡的口子哈 雷奕你來這裡是 我特地在這等你呢 給 創立化妝品品牌 對 你知道我大學學的就是這個 而且我還做了市場調研 唯爺 我們這些企業家二代 雖然說 創業成功的人也不少 但是沒有幾個是真正白生起家的 雖然說你是孫氏集團的獨生女 但是據我所知啊 你爸已經和你斷絕關係了 而且啊 他讓他的朋友都不要支持你 這個你不用擔心 不會想辦法的 而且聽說你已經被徐氏集團給毀婚了 現在民生大大受損 已經都是尼普色過疆自身難保了 還來遊說我們跟你一起創業 我真的冒不去這個心 可欣 哎 林飛 你怎麼才來啊 我都懂你好久了 我去拿了一些東西 所以慢了點 這個是米娜新推出的系列 新產品特地給你留的 你現在是米娜事業部組監了 以後有什麼新出的好東西 記得第一時間告訴我啊 喂 哦好 我表哥到了我要去相親了 你要一起去嗎 我就不去了 那行下次再找你嗎 要 這麼久沒見 要成總監了 你也不賴呀 孫大小姐要創業了 喂 喂 老婆在哪 在會所裡 見幾個朋友 哦 那我開車來見你嗎 你不忙嗎 忙也要想著你啊 你們這戀愛 還能跟偶像劇似 揮別錯的才能和對的相逢 你沒聽說過 話可別說的太難 小心不及必反 人不能吃不到葡萄 就說葡萄是酸的 不 不 沒有 你不吵 你是不是 你你不怕 忍有 我 呀 才是最优秀的 米娜的高层找我谈过话 他们对我引荐你十分远 只要你好好干 就能清云直哨 白总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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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监好 总监好 孙小姐 孙小姐怎么不在这里啊 我 我跟我爸爸吵架搬来这儿了 巧了 我也住这儿 是饿了什么 要不我们去附近 找点东西吃吃 不了 这附近我都试过了 我不太喜欢 那你有什么特别想吃的东西吗 炒面 就这么简单啊 那我也给做 要不我做给你吃啊 好啊 太香了 你尝尝看 好吃 那如果你以后想吃什么东西的话 都可以告诉我 我可以做给你吃 哦 不是 是 我的意思是 送上来给你吃 所以说 你这次离家出走 有什么打算吗 我想 自己创业 然后开创自己的美妆品牌 创业 可是 我对这个不太了解 但是我觉得 你一定会成功的 是吗 你是这么久以来 第一个鼓励我的人 真的吗 可是我是真心证绝的 小刘 我已经在路上了 好 一会儿说一会儿说 谢谢白小姐 小刘 孙小姐对不起 苏文艺 你租一个工厂 我买一个工厂 如果你是中介机构 你会选择谁呢 你 辛苦你白跑一趟了 你也别创业了 要不还是回去休息 当你的孙大小姐 你不过是靠着渣男 进了米娜 我还是奉劝你一句 高处不胜寒 尤其是 靠男人 孙卫义 你说我靠男人 你长这么大 不还是靠着你爸 仗着自己是 孙家的大小姐 你现在 什么都不是了 这不是什么都没了 这通风险也太差了吧 这通风险也太差了吧 孙小姐 按照你的价钱 这是我能帮你找到 最好的一间厂房了 虽然有点偏 但附近都有地铁站 可是我还是觉得 差了点 要不你给我 抹个零透 我就拿下 好吧 整整 即使人 Story 由这个人 看来 这是 你别误会 这是我姐 好了 我怎么都没见过 因为 痣子还比较熟 所以就有点疏远了 为什么 她出去读书之后 整个人都变了 算了 我们不提她了 有没有 都得 要不要去买点东西吃 好啊 好 真没想到 她居然是白灵飞的亲生弟弟 白灵飞 你欠我 就用你弟弟来话吧 你怎么来了 白灵飞 我有话跟你说 好 要不咱们边走边说 不方便 我们去别的地方说 可以啊 我 好 白灵飞 我问你啊 你上次问我 愿不愿意做你女朋友的事 还算数吗 你 那 那我现在宣布 我是你女朋友的 怎么 你不愿意啊 不不不 不是不是 孙小姐的意思是 白灵飞 你个沐云脑袋 我都说了是你女朋友了 你怎么还叫我孙小姐 真的吗 怎么 你还不相信 我给你立个字句 你如果愿意的话 也千万万 我愿意 我一百个愿意 从今晚 我会认认真真 一心一意地对待 守护航 把你放在我的心里 好开心啊 好开心啊 您这手怎么啊 上了年纪 有点风湿 我叫咖啡 我喜欢喝咖啡 因为喝咖啡让我熬夜有劲 难过让我连续玩游戏 那你就回家打游戏好了 干嘛要来音频啊 可以拿工资 可以充游戏 平时我喜欢用欧美的化妆品 韩国的也会用 经常上平台看达人推荐的化妆品 提六是有心得的 你们叫我阿梅就行了 我是一个单亲妈妈 我之前的工作呢 是在外贸公司做跟单员 我开通了视频账号 经常分享自己的妆容 平时照顾孩子 没时间化妆 但是我年轻的时候 还是挺爱打扮的 用室友的化妆品 画个眉毛 脱口红什么的 感觉确实不一样 那不是我 阿梅 我们是想问你 对化妆领域 你有过什么了解吗 不好意思 这个我不太懂 你们这儿离家近 照顾孩子方便 所以我就来了 今天一整天笑了 除了那个珍珍 其他人都不懂我这个行业 这些人能做好吗 以我们现在的条件 能醒到的人确实是不多 不过 不过 人之初性本善 不管怎么样 先试试吧 你看这个 怎么样 好玩吧 来 来 孙总 看一下我做的报表 这要可以吗 大家今天先别工作了 我们下培训吧 咖啡 嗯 你有女朋友吗 谈过 那你们现在还在一起吗 我被甩了 那之后你交女朋友的时候 送她我们公司的产品 再叫她服用 你就不会这么快被甩的 真的吗 嗯 小伙子 我跟你说 女孩子最吃这一套 你要温柔 体贴 有品味 不要天天在那玩手机 多跟老板学学化妆知识 提高业务能力 将来啊 不愁找不到女孩子啊 那确实 来 来吧 我们接下来 然后是矿油 A-3 然后是柔润剂 舒服吗 那个咖啡啊 我总感觉 它的数据可能会出错 但是我一对 没有一个数据出错 很有可能是个人才 真是没想到 他那么爱玩游戏 手都敞老捡了 他还一边工作 一边玩游戏 真是手高 我觉得他人还挺好的啊 我们再培养培养吧 我是在开公司 我又不是在开 街王眼中心 那 其他人呢 其他人 就真真还不错 其他人 你就马马虎虎吧 这 这 这里 这里 哦 你今天工作怎么样 今天 倒是修了几辆 挺贵的车 老板说吧 这个有奖金 白则了 我觉得你在机器方面 挺有天赋的 不深造一下可惜了 你有没有考虑一下 是吗 走一步算一步吧 你既然帮我按了这么久 也怪辛苦的 要不 我也帮你按一下 来吧来吧 来吧 没事 来来来 来 哎 我帮你按一下 还是我帮你按吧 哎呀 哈哈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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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过 唯一美妆的化妆 今天再上 好 好 耶 耶 耶 这些化妆水都是纯天然的 没有添加任何的化学元素 一定会大卖的 嗯 那这个也太适合我们宝妈了吧 对 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领套回家的 孙总 那 那我拿一口回去送给我女朋友 有 哈哈哈哈 这个方程 和你的福 你那的同事们都在背后议论我 说我靠你上位 是个狐狸精 怎么 宝宝听这话 不开心了 这些事我要是忍受不了 也不会是我 背后 嚼舌根而已 我不怕他们 我 我 又喜欢你这部劲 谁啊 这么晚 啊 一个重要的客户 我得去给她发本资料 又这样 这都第几次了 没办法 平时也 等我在公司坐稳 你就可以辞职在家 安心做少奶奶了 行了 快去吧 嗯 走 可惜啊 我上次给你寄的化妆品 感觉怎么样 实话实说 是还挺好用的 感觉也不熟大牌 是吧 我的化妆品的成分啊 都是采用天然有机植物源的 没有添加剂 还有韧肤的效果 伟业 你还真的有两把刷子啊 刚刚我都想买几套了 我送你啊 真的啊 嗯 那就先谢谢你了 可惜啊 我能不能 请你帮个忙 你说 我的产品你也用了 效果你也见识到了 你可不可以 在你爸的商场里面 帮我争取一个柜台整位啊 这个 嗯 你不是也在你爸的商场上班吗 我的产品好 香蓝也会好 对你在商场 也是有帮助的呀 这倒是的 我爸老说我在公司 就是一个寄生虫 什么这种事也不干 虽然挂名是经理 但谁都不把我当一回事 你刚好可以借助这次机会 帮自己建功立业啊 行 我试试啊 好 那预祝我们这次 合作愉快 嗯 可欣 来 凌飞 你怎么在这儿 我怎么不能在这儿啊 我今天来是代表米娜 跟可欣家的商场 签订专门店入住的合同的 喂 不好意思啊 本来我们商场呢 是可以分一个小展位给你的 但是米娜家的化妆品实力更强 名气也大 他们做了我们商场 一个很大的门面 暂时是躺不出卫所来给你了 孙大小姐 这么快就弄出产品了吗 自治健全吗 不会是三五五产品吧 你放心 我可是懂法的 不像某些人 三观不正 不择手段 还在那耀武扬威 都这个时候呢 还怎么伶牙俐齿呢 可惜你那身本身啊 对你的创业之路 一点帮助都没有 你没听过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吗 你不要以为你现在粉光 就是人生巅峰了 小心阴沟里翻川 吃不了兜着走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这句话 应该送给你自己才对吧 你 你要是没有其他的事情 可以先离开吗 还是你想见证一下 我们签约的重要时刻 那咱们长辈的事情啊 你这里骗错了 你看我 这个口都是和这个口对着的 不会 你看错了 你这里就是骗错了 你这我又骗错了 你这 喂 卫一 发生什么事情了 就是 哦 发生商业竞争了 这还挺正常的 既然被别人抢走了 那就想别的办法呗 毕竟 调调大道通罗马了 哪有那么容易啊 嗯 说得也是啊 我带你去个地方吧 我带你去个地方吧 好好听啊 这个人 跳得真不错 他呢 真的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一个主播 从零开始做起来 而且他对他的粉丝也真诚 对不起 那 你是怎么认识他 那个时候我高考失利 整个人都特别的迷茫 正想 看到了他的指头 就常常跑来这里天的指头 那个时候 他真的一点粉丝都没有了 特别特别的闲 所以说 有志者 是进程了 这什么 看得又好看又虫子 所以我觉得 一定也可不 真是太新月了 还想进去吧 还可以 不如 我们先试试 短视频怎么样 我真的可以 我真的可以 咱还是再来一遍吧 为什么 我觉得挺好的 不是你想啊 那些女白领 每天朝九晚五 工作压力都特别大 她们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情 想着就是赶紧去公司 又要挤公交 又要赶地铁的 而且还要想今天的工作怎么做 所以说不可能像你这么甜蜜溶懒的 没有想到 你挺会观察生活的吧 不知道有多少小仙女跟我一样 因为上班赶时间来不及化妆 我新研发的唯一美妆 上妆容易 小仙女 赶快接下来吧 薇姨 有个特别好看的视频 薇姨 薇姨 你怎么了 你看过我之前的新闻吗 薇姨 我只相信我眼中看到的你 而不是别人口中的你 在我和你相处的过程中 我一直觉得你是一个勇敢 善良的女孩子 而且我相信我的判断 至于过去嘛 谁都有过去啊 如果你愿意告诉我的话 我随时随地可以当你的行评者 我们这个月的销售总额 对比上个月有缓步增加 但增益并不太明显 这种增益速度 已经持续半年多了 你们有什么看法 对比同行 我米娜仍然是化妆品的巨头 增益放缓是由于市场的饱和度 影响下导致的 可是你们知道 仍然有很多美妆品牌崛起 并且创造了销量奇迹 这个的确有发生 但是 存在即合理 这么说 在美妆品牌这一块 我们做的还是不够 最近有什么美妆品牌吗 有 最近市面上一共推出了 二十多个新的美妆品牌 不过都大同小异 对我们构成不了危险 有一家有点特别 孙氏集团独生女 孙薇一推出的是 纯天然护肤化妆品 她还配合产品 推出了短视频账号 想通过互联网传播品牌 不过目前看来 效果甚微 那对于这个领域 你们有什么看法 我们的确做过一些调研 它的市场潜力非常大 但是因为 我们目前的化妆品 已经独占凹头 要小竞争新的领域 势必会分散掉一些人力资源 就是你们这种保守的思想 我们没能一直拿到第一 我已经经过董事长批准 明天 我们正式的官宣 进军这个领域 同时 我们也要打造高端形象 启用明星代言人 进行广告宣传 从明天起 你们要跟进各项细节 怎么 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 好烦哦 我们的品牌 才推出没多久 这米娜 就推出了同概念的产品 他们公司这么有名 还启用你离星做代言 那我们 岂不要凉凉了 不会的 这世界上本来就没有 两天相同的绿叶 我相信啊 我们的产品一定有 他们没有的优势 没错 我们产品的成分 均采用天然有机植物 产品的成分都十分的健康 不像他们米娜 收购的国外农场 价格昂贵不说 质量也不一定得到保证 可是现在 他们公司的产品人气很旺 我们的 却无人问津啊 你们对我有信心吗 有 大家好 我是唯一品牌创始人 苏梅英 最近我开创了自己的美妆品牌 我觉得 我有必要为自己做一个证情 我把当天发生的事情 远远的本身还原一下 大家就知道真相了 哇 这真相就好真实啊 不像是眼带 大家都误不住了一个 我看他也不像哪种人 不像这些什么人 以上 就是世界上的真实还原 真的 真的 我看人到你 你的女人恨不回男女人 为了一个不值得的男人 我还有 请问你的良心贵得去吗 怎么了 发生大火 你自己看 你这是在自乱阵脚 仅仅凭视频上的两个声音 就能证明是我们两个人吗 可是我们两个本来就在一起啊 肯定会 你别乱了 明明是他的桃色新闻 先出现在八卦中刊的 我们家才退婚 紧接着我们俩才在一起 你要记得这个公开顺序 这都是有证可据的 你说的有道理 房子松 那这些自导自演的短视频 外人只会觉得 他是自说自话 这是不可能的 再说 在商议场上 有我助你一臂之力 那个孙维一 他一点机会也没有 好 我们把自家商品 挂在抖音橱窗里 今天我们居然卖了 一百零五套了 孙总 我们是不是要成为老红啊 孙总孙总 我女朋友说 我们的产品特别好 她推荐你的同学了 你真找到女朋友了 高 别带着高啊 取得了这样的成绩 可不能骄傲 我们走的可是高端路线 今天过后呢 我还要给你的培训呢 构装完了以后 都早点回去休息吧 好嘞 孙总 你怎么来了 喝个水 休息一下吧 谢谢啊 苍柳 嗯 对不起 我那天发视频没跟你说 嗯 我已经知道这件事了 那个 真的对不起啊 你会不会觉得 心里不舒服啊 我本来是不想澄清的 因为现在要卖货 所以还是要在乎一下 公众形象的 所以我一直冲动就 我从来都不会再与别人的议论的 我只是心疼你 我只是心疼你 你居然受过这么多的委屈 你真的不介意 当然了 你笑什么 我在想 有你在 我就不用担心浪费食物了 你真可爱 等一下 雷泽了 我过来了 你在小房 我不在 你还在工作啊 是啊 行吧 我真的好久都没有这么开心 我陪你在一起真好 那下午我们一起去看电影了 姐姐你干什么 这个是我女朋友 女朋友 孙维一 你真是耍得一手好手段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白泽灵 你什么样的女朋友不能交 偏要和她在一起 为什么 她 她 说不出口识吧 我来替你说 泽灵 对不起 那天看到你们的合照 我没有告诉你 她就是抢我前回婚夫的那个女人 你别听她胡说 我相信她 白泽灵 她是孙世千金 你只不过是一个修车工 你知道她为什么会突然看上你吗 肯定是想报复我 所以才接近你的 白灵飞 你少用小人执行夺女子之父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 屈原夫是爱慕虚荣吗 有我在 你别想让她分好了 没事儿了 泽灵 今天你姐的话 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件事情 本来就是她的错 那你觉得 我也有问题吗 当然也有问题了 为什么当初你看到那张合照的时候 没有第一时间和我说 你难道不知道 我们成为情侣之后 这些问题是无法避免的吗 看来她也不是完全的恋爱呢 我该怎么怨慌呢 我本来是想跟你讲的 但是我又害怕跟你说了以后 你会站在你姐那边不理我 但是后来跟你相处之后 发现你是个讲道理的人 想跟你说 但是 我的太忙没故事啊 你不会怪我吧 你想什么呢 你因为我的这件事情 影响到你跟你姐的感情 对不起 你会不会不相信我了 这件事情本来就是我姐不对 是她没有礼拜在先的 她应该向你道歉才对 对不起 对不起 你好 早啊 一大早就来洒狗粮了 孙总 你这是要太多搞办公室恋情啊 我男朋友可不是我们公司吧 你男朋友不是我们公司的 那为什么天天来我公司啊 因为她不但是我的男朋友 她还是我的宝贝 嗯 先让我玩 好了好了 你们快工作吧 带哥你还挺配的 子柳 嗯 我之前挺看不起我雇佣的这批员工的 还担心 他们会拖累我 那现在呢 现在 哎好好好 啊 没问题没问题 好好好 孙总 怎么样 美美网那边说 她很看好我们的产品 要把我们的产品 在他们的平台上架 真的吧 太好了 美美网是很厉害的电商平台 那天他们公司负责人来调研 你们都不在 就剩下我和孙总 我和孙总呢 陪他们聊了一下午 她原本还觉得我们场又破又小 不想牵我们呢 嗯 那怎么不转钱坤的 这还多亏了我们的阿妹 那天啊 美美网的负责人 来到我们公司 先进这个先进那个 我的耐心都会被她摸没了 但是 美姐特别有耐心 跟她讲一个故事 立马就把她搞定了 她能讲什么故事啊 我就是给他们讲了一下 我找工作的事情啊 你们都知道 我老公死得早 每个人大孩子挺不容易啊 之前我面试过 大大小小的公司 他们一看我这个情况 都不要我 可是我们老板没有嫌弃我 进来之后呢 还叫我化妆 穿搭 不但衣品得到了提升 我还会化妆了 那天啊 去参加我儿子的家长会 别的家长看到我 都问我口口色啊 当时我其实没觉得什么 后来我儿子跟我说 他们要开六一联欢会了 很多小朋友 都想化美美的妆 因此呢 很多小女孩 就跟她成来了朋友 我儿子特别高兴 她觉得 因为我 她成了最受欢迎的人 我呢 也特别有成就感 我觉得这一切 多亏了孙总 美姐 我没有那么厉害 你也帮助了我 没有人生来什么都会 现在逐渐上手了 美姐去见美美网的负责人 就像大公司的精英一样 确实 美姐 现在真的比以前厉害了好多 不过 那也有你的功了 对不对 是因为你真心对她 她才会真心实意地 对待我们公司 谢谢你啊 自留 让我知道 人与人之间 探证相待是多么的重要 那也是因为有你自己的努力啊 小傻瓜 对 危险 我什么都没看见 什么都没看见 哎 爸 你叫走了这每间小破屋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又没有什么积蓄啊 就没想过回来求我 他真没有 你这臭脾气 行了 看到最近的表现 我不得不承认 你还是有点小本事的 本来就有本事 给你点颜色 就计划开染房了 爸 你这次来 不会是想让我继续跟徐家联姻吧 我是不会同意的 我现在有自己的美妆公司 潜力无限 未来会有很好的发展 我这次来 就是专门跟你谈生意的 真的吗 你要投资我 是的 你遭受了很多的非议 这是事实 但是你又搬回一局 这是我没想到的 我对你的项目很感兴趣 我愿意为你投资 但真是太好了 我太需要这笔资金了 有了这笔资金 我就可以构建我的工厂 然后再找一批工人 这些我都可以帮你 但是我另外有一个条件的 您说 你得回到我女儿的身份上来 跟那些合适的人交往 去和那些 大家族的继承人相亲 您的意思是 我要结婚了 才可以得到这笔投资 那我要等到什么时候 不需要 我知道这事急不短 你只要相亲 我就并投资 眼下我的事业 虽然小有其色 但是用钱的地方还很多 经济还是很拮据的 要不先这样 先假装就相亲 从那儿周转点资金回来 好 我答应你 先给我开张支票 可以 聪明 孙小姐 这是一位开传媒公司的 老总的资料 请你务必明天上午 准时到达指定的地点 和大家相亲 孙小姐 你比照片上看起来 更美丽动人啊 成帮卡奖 你 没有看过我的新闻吗 看了 我就是欣赏你这一招 才过来跟你相亲的 什么意思啊 夜会猛安 让大家关注你 成为网红人 然后再打造独立女性这个身份 反转 够刺激 够打脸啊 一夜 张分百万啊 我就是喜欢你这样的 你是这么理解的 我是做 美界经营的 炒作 我最懂 你放心吧 我思想开放 咱们要结婚之后啊 你可以继续夜会 谢谢大家 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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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大小姐 小心的 没有啊 弹工作 是吗 我怎么觉得 他打亮你的眼神 是一种异性之间的打量 你这种做惯了第三者的人 看男人的眼光都是这样的 是啊 我知道男人心里在想什么 比如白泽柳 他现在就是脑子不清楚 并不是真的喜欢上 我就不劳你操心了 你还是多当心 当心你自己吧 喂 蔡老师 你们回家都被车子撞倒了 现在在医院了 快来 我今天一早来公司 发现我们一百套产品不见了 对不起 我昨天接到儿子老师电话 说他出了车祸 我火急火燎地跑了出去 忘了关门 孙总 现在很多小偷啊 你看我们监控都没有装 明明没事吧 没事 只是骨车 美姐 再怎么着急 也得注意咱们产品的安全 你说大家生产出来也很不容易 被你这么一动 什么都没了 我们现在才刚开始 出了这么个事 这一百套产品也发不了 顾客也会给差评 以后的路 也会有影响的 行了 抱歉吧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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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不好用 抱歉抱歉 给您造成了不便 我们现在给您放心 我们已经将您的货款全部都安排了 我们是真的遇到困难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们一定改成 孙总 因为我们的失误 美美网宣布终止与我们的合作 对不起 您说打的用户 但是无法接通 请稍后代播 Mari 大家今天都辛苦了 先回去休息吧 喂 爸 你能再给我一笔款项吗 我上次不是已经打款给你了吗 这么快去玩了 对 我现在还需要一笔款项 我跟你说 做不来创业 你就老老实实相亲结婚 相亲我去 创业我也 我也一样 两手抓嘛 是又不耽误 那我傻子了 你上次去相亲 人家觉得你精神不正常 后来看你的直播 发现你很正常 他睡在气耍他 他们现在对我们家意见很大 你要再这样做 我一分钱都不会给你 我哪里不正常了 我这叫幽默好吧 爸 我保证 我下次相亲 肯定表现得十分的好 说不定 下次就能成功了 到时候我们算是就可以一非充电了 那好 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不能给我搞砸了 好 二十分之后 籽标 我好想你 我也想你 这几天发生了好多事情 都没来得及跟你说 所以 你准备开掉梅姐吗 不会啊 她也是无心的 而且 现在我们已经报警了 我也这么觉得 明天是周末 要不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放松一下 我 我明天 我要去见一个亲戚 要不要我陪你一起去啊 不用不用 那不 内部聚会 改天我再把你介绍给他们吧 好的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范文 我有喜欢的人了 我是被迫来参加相亲的 我也是 我第一次遇到跟我一样的 我的情况呢 我女朋友她也了解 她也一直在包容我 所以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我都会跟她在一起的 真好 那 你呢 我 我也是被迫来相亲的 但是 我男朋友对我很好 那 那 那咱们算是同病相连啊 嗯 那你接下来打算做什么呢 我出来相亲 我爸就会给我一笔钱 有了这笔钱 我就可以周转我的公司 等公司不如正轨 就可以给我男朋友 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 怎么说呢 我比较顺口 所以 我只能在家族企业里上班 那你要学会客服恐惧 走出去试试 如果我这儿有适合你的工作 你愿意来试试吗 嗯 嘿 我觉得我们公司现在发展挺好的 嘿 其实吧 我没挑 你看 咖啡 现在是上班时间 能不能注意点影响 我也不想打游戏啊 可是你看 现在一个订单都没有 我很无聊啊 你就不能找点其他事情做吗 哎 我能做什么呀 公司都快倒闭了 你怎么能这么悲观呢 你忘了事情之前 是怎么教你的吗 我这个人就这样 很实际的 只是看眼前 哎 干什么 你们在干嘛 这里是公司 没事吧 我今天心情不好 我请他回家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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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么这样 他还有脾气了 孙总 我仔细想货了 美姐 你这是 我觉得 我这个人笨手笨脚的 只会给公司带来麻烦 你拿回去 孙总 美姐 你又不是故意的 每个人都有犯错的时候 而且 这次的错误 我是理解的 我相信你下次不会再犯的 而且 这次机会是你找来的 只能说 我们这次运气是差点 但是我相信 我们不会运气一直那么不好的 对吧 嗯 对的 我也相信 我们一定会有机会的 嗯 白总 白总 我们推出的纯天然化妆品 在市场的预售是第三名 而且现在 电商也在接洽当中 它的反响 也不错 前两名是谁 第一名是一家纯天然老牌化妆品 第二名已经不存在了 被我们赶超了 第二名是谁 是孙氏集团孙维一 创办的唯一美妆 他呀 因为发不出货 遭到客户的投诉 已经被美美网下架了 他呀 现在就是一个扶不起的阿董 孙维一啊孙维一 你注定是我的手下办奖 小柳 我们来做个西红柿吧 卫叶 嗯 上次 你和你亲戚聊得怎么样 亲戚 就是你家的亲戚 哦 没怎么样 聊什么 没聊什么 不要相信了吧 你都知道了 我一直相信你 我一直在等你的解释 我从看到你和那男的吃饭之后 我就一直在等 一直在等 我什么都没等到 白森流 你听我解释 对不起 我最近特别地坏乱 等一切尘埃落定 我会给你解释的 你有时间跟别的男人吃饭 没有时间跟我解释是吗 不是这样的 所以你是看不起我是吗 不是这样的 毕竟我只是个凶手工人 不是 森流 白森流 好 北一姐 咖啡出事了 咖啡怎么了 咖啡和我朋友一起合租 我朋友说房东 让他马上搬走 听说是他欠了钱没还 被站住手上门了 慢着 喂 咖啡 你在哪儿 北一姐 我没地方可取了 怎么办呀 你现在马上回公司 我们帮你想办法 来 咖啡 对不起 让大家担心了 我就先走了 不领励大家 你签了多少钱啊 十五万 其实 我从小就没有父母 我是我奶奶带大的 前段时间奶奶生病住院 我借了一笔钱 可是 并没有治好 钱没了 奶奶也没了 钱 我替你还 不行 不行 没事 以后我就是你心情 你要是不嫌弃 以后我也是你大姐 我们也是 咖啡 还不谢谢孙总 谢谢我医生 不用了 谢谢我医生 没事 别说 你还真有点像我 他哪有孙总好看啊 喂 您好 我是唯一美妆孙唯一 我们没兴趣 好 喂 您好 沈总 您方便到我们场地来考察一下吗 孙小姐 你现在的场庭不是考察能解决的 挂了 喂 你好 我是唯一美妆孙唯一 喂 银行卡里也没钱 我该怎么办呢 怎么回事 我们一直在催的东西 到现在一点影子都没有 抱歉 白总监 生产部那边 说他们目前在配料方面遇到了瓶颈 现在想要纯天然无污染的 有点难度 他们在搞什么 我们公司花了那么多钱 怎么就给这样的答复 我听生产部那边的人说 他们对眼影要求很精细 对于肌肤和色彩的贴合度要求很高 他们一直以来是采用南美洲的一种植物 提取天然成分 但现在因为南美洲那边的生态源 遭遇了火灾 把那片植物源全部毁掉了 现在又一时半会儿找到替来变 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一群废物 这都要拖到什么时候了 现在出产的有几家 目前只有一家 还是个老牌子 另一家出了产品预告 就是唯一美妆 不过我想他们家也没有什么威胁 为什么 我辜负是那里的保安 看他最近的面色 估计他们公司也不惊奇 你们两个先出去 好 白总监 这件事情 我向你保证 事成之后我让你提前升职 谢谢白总监 姑父 文文 你怎么到这来了 我妈叫我接你到我家吃饭 好啊 你在这等会儿我上个洗手间 好 不得了了 米娜昨天上架的纯天人眼影盘 居然和我们的成分是一模一样的 那怎么办 同类的产品已上线 就代表我们的产品要出局啊 不可能 这款眼影的成分表 只有我们公司有 别的公司是不可能做出来的 本来我们公司就举付为奸 现在还闹这么一出 孙总 对不起 成分表 是因为我泄露出去的 什么 你直接在米娜上班 你居然让他来我们公司啊 对不起 是我一时输货 资料室有监控吗 那里的监控坏了 我早上去修了 我的天啊 我们报警 连证据都没有 自责 都是我的错 你开除我吧 大叔 这件事情 应该是米娜一早就策划好的 你也别太自责了 下次别犯就行 好 珍珍 我们给美姐的儿子办个生日会吧 地点就在咱们公司怎么样 挺好呀 我支持 我们叫德柳哥一起过来吧 嗯 好 我去看你一半 好 孙小姐 范文 你跟我介绍的工作很合适 我已经工作了两个月了 这位呢是我女朋友 是吗 恭喜你吧 你们 这位就是你跟我说的那个 对你们的男朋友 那你们继续聊 我们还有点事情 你们 不是相亲吗 这个以后再跟你说 我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说 我现在是真的没什么钱了 我打算先把剩下的钱 给员工结完以后 就必场 你决定 这不是你的梦想吗 梦想归梦想 现实是现实 我真的撑不下去 而且 现在也没有什么订单 我总不能这么耗着他们吧 难道就真没有什么希望了吧 是我看不到一点希望 可是 好了 我们先开心的过完这个生日吧 你看 你的手 吃蛋糕嘛 来 吹大烛 干什么啊 没错 吃吧 好吃吗 今天 是公司成立 三个月又十五天 也是明明小朋友的生日 我很开心 能跟大家聚在这里 在这三个月里 我 其实挺意外的 起初 我还跟白泽流吐槽说 招了一批老弱病残 但你们身上 都有我没有的东西 不像我 把一切都搞砸了 唯一姐 这是怎么了 我已经没有资金了 明天 我会把你们的工资 都发给你们 唯一美妆 宣告破产 孙总 真的要破产吗 嗯 我们已经 置上不下去了 唯一姐 其实 我们的产品挺好的 现在结束的话 也太可惜了 就是啊 唯一姐 天下无不散的宴席嘛 这时候我认识了你们 所以说你发工资的钱都是你爸爸给你的 嗯 我去相亲 我爸就会给我一笔钱 我会用这笔钱去助转公司 现在都花完了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还我以为你真的去相亲了 可是你说过我永远相信我的 谁知道你这么快就破功了 我相亲发誓 如果说我再不相信孙维一说的话 我就天打雷劈 那你要怎么不唱话 我这次是真的烦了大错 对不起啊 这是你真做的态度吗 你知不知道 我看到你相亲的时候 心里面觉得特别的 我身上的钱真的付不起房租了 那就搬来跟我一起住啊 如果你不嫌弃的话 我嫌弃还是嫌弃 但是吧 过来跟你一起住 既然你那么成心邀请的话 所以你同意了 嗯 我会负责的 谁让你负责了 孙维一 我白泽留喜欢一个人 可是一辈子的事情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你说我怎么就捡了你这么一个小傻瓜呢 怎么听着像是捡到了一个垃圾一样 开玩笑呢 我觉得跟你在一起的日子 是我这么多年来最开心的日子 真的吗 嗯 赶紧一下 孙维一 你想他哪一门子情人啊 像一个黄一个 像一个黄一个 我是不会再给你住私了 我今天来就是要告诉你 你不用再给我安排相亲了 也不需要你的住私 你什么意思 就这个意思 我的工厂行倒闭了 看 你果然一事无成 随便你这么说 我无所谓 那你就更应该去相亲 我不希望你因为做错一次选择而后悔莫及呀 我不需要什么荣华富贵 爸 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虽然他没有钱 但是 他让我觉得很幸福 幸福 一个小小公司破产了 他都救不了 这就幸福 一个普通男人 他能给你什么幸福啊 你懂什么 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幸福 对于我而言 他是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 你今天要是走出这里 我就跟你一刀两断 你真的要这么决绝吗 这都是你逼我的 我才也不想看到你 滚 唯一 看你这样 又跟你爸吵架了 要你过 唯一 你什么都好 就你这脾气 真的该看 你就不适合创业 我不适合创业 你适合 你是个劈腿 孙唯一 我之前是有错 但你也不想想 如果当时你能忍一忍 我们比现在更好 怎么个好方 如果当初你能忍下那口气 我们今天已经订婚了 孙氏和徐氏的商业版都 就会拨张 你有我的个人资深 就会迅速飞升 但是现在 你别忘了 我们都是有非闻的人 唯一 看来你还是董事理的 要不这样 我们不及前线 再好一次 那 白灵妃呢 白灵妃 不可能做我们学士的媳妇 你放心 我会处理好 好走 不送 孙唯一 你是没有看到虚警战那个样子 他趴在水里跟落水口似的 你真的决定和你封信创绝关系 我以前是很讨厌他 他总是逼我做我不喜欢做的事情 但是 自从认识了你 是你告诉我 每个人都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父母 圣养之恩始终存在 所以我决定放下鉴定 但是 他一次又一次地推开了我 蕾翼 从今以后 我不只是你的男朋友 还是你的家人 你有什么事情 都可以和我分享 好不好 好 明天我想去偷偷简历 看看有什么工作可以做 那么着急干什么 我觉得你在家休息休息也挺好的 反正 那我来养你 养我可不容易啊 我只是不小心这么 你做任何决定我都支持你 真的 嗯 对头 嗯 出发 我先走哦 嗯 晚一点哦 哪儿啊 哪儿 哦 那明天早上吃什么 让我想想啊 好 是网红 还自己穿过夜 结像细致倒是不错 怎么会想来我们这里工作呢 因为我的公司破产了 我需要一份工作来养护自己 美妆是我的强项 而且 你们店温馨的风格 我非常喜欢 你倒是出乎我意料的实在和真实啊 哎 我这个人就是这么真实 您放心 我很能吃苦的 行 那你就今天开始上班 让乔乔带着你 乔乔 跟我来吧 嗯 你好 请问你需要点什么 嗯 我看一下恐怖色号 好的 这是我们新出的恐怖色号 嗯 我可以拍下来 让我老公帮我看一下呢 当然可以 哇 你以老公的眼光为准 你真是一位好太太 女士 你老公一定很懂你吧 嗯 他很懂我 真羡慕你 有个这么爱你的老公 嗯 我看你皮肤这么白 要不要试试我们的新款 好啊 就要这个吗 嗯 好的 那我帮你包起来 谢谢 你拿好 谢谢 那走啊 维依姐 你可真行啊 哎 这算什么 你看啊 他妆容精致 一看就是那种特别在意自己的外表 和自信的女人 你夸他是个好太太 他肯定挺了不论一 没有人会愿意认为自己是个附属品 嗯 你要是夸他是一个非常独立能干 且受老公重视的人 他听了也会开心的 哇 说掉了 会说话还挺重要的 没事 你平时多观察观察 记得经验 以后会越来越好的 好 谢谢维依姐 嗯 你在干什么 嗯 米娜的高层跟我说了 你向董事提议的纯天然化妆品 已经产连数周的前三名 你的战略部署 文准狠 他们很看好你 那你看好我吗 我当然看好你 不然 怎么把你推荐给米娜 我不是说这个 那你说什么呀 你之前跟我说过 亦想娶我 你的父母是想找一个 有事业的女孩子 我现在在米娜做得不错 实力也还行 那你的父母 觉得我够资格吗 你已经很久没有提这件事了 好了 你这不是在乱想吗 我不提结婚的事 是因为我家里给了很大压力 压力 你也知道 现在电商对我们尸体业 冲击有多厉害 我们家族虽然生意大 但是 如果不改变 很快就会被淘汰的 所以啊 我现在在找 新的项目 看看如何转型 如果你想做 我相信你一定能成功的 嗯 这不 也是为了我们的未来吗 哥哥 想你了 这么晚了 谁给你发消息呢 啊 公司的事 对了 那个 我朋友跟我说 好像看到孙唯一 在他的商场做导购员 真的假的呀 嗯 哪家商场 唯一姐 要不还是 算了吧 每个人都有不同 你要相信你本来就很美 你愿意给我这次 让你变美的机会吗 嗯 好 那我们继续 好 好了 这真的是我吗 当然是你 你本来就很美 好了 呃各位宝宝的 就是我用我们店里的粉底液 调取的一份 这是什么粉底液 这是什么粉底液 这么神奇啊 欢迎大家来我们店哦 子柳 今天啊 因为我这个神奇的化妆术 我们店里的粉底液 全都被我卖光了 我们老板说了 这个液给我假计 我就知道一定行吧 等一下 这种工作第一次做 怎么样感觉 每天见不同的人 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嗯 就是把 站住了 这个腿 流点酸 哎呀 少爷 怎么了 杨 杨 杨讨厌 你这么晚了 别吵了 你又干什么去叫 来 你好 请问需要点什么 我需要一款粉底液 找他来帮我试 喂 依杰 哟 这不是我们米娜的白总监吗 怎么有空来我们小店呢 子文艺 我现在是顾客 你不知道顾客就是上帝吗 在我们店可没有这样的说法 我们店的口号是 顾客都是漂亮宝贝 而上帝 在天堂 别废话了 快去拿粉底液来吧 你往哪上呢 市装都是在手上的 如果您愿意的话 在你脸上也可以 谁说我要为我的脸 来买粉底液了 那 我脚上有块胎记 你用在这上面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支侠力度是可以的 这样看不清楚 还是在脚上试试吧 小姐 其实都是一样的 手和脚能一样吗 那我帮你 不用 我来 白灵飞 你不要太过分了 白泽柳 我过分 我脚上有块胎记 又不是不知道 我今天来就是来试东西 自由 我没关系 你看不出来 她是故意在羞辱吗 我是故意的吗 就算是故意的 那要怎么样 人家孙小姐的工作 我应该就是这么做的 有问题吗 这个曾给我们买 白灵飞 这里不欢迎你 请你以后 不要再出现在唯一年前 你拿好 谢谢 走啦 我难道过来看你一次 你还把我赶紧 我充业绩 你又不是不知道 干嘛 如果白灵飞 我又来找你麻烦的话 记得马上打电话给我 知道了 知道了 快走吧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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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 喂 姨姐 刚刚那位顾客 是不是跟你有仇啊 是有点过节 还有 你男朋友真帅 好了 不说这个 来 喝点啥 刚买的 谢谢 泽柳 今天白灵飞这事 以后别干了 为什么 你要想 事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人家进店是来消费的 而且我不过就是 蹲下来帮忙涂个粉底液 也没什么大不了 可是我不能让我女皇 要受她欺负 那你替我出头 拿自己的钱 买一堆没用的粉底液 这些钱 我们原本可以去 好喝好喝也端掉 你这么说 倒挺有道理 你会算账了 现在不是没钱吗 静大戏算是应该的 你下次别再那么冲动 不过 我今天也是被感动到了 我以后绝对不会再让你受到欺负了 我以后绝对不会再让你受到欺负了 今天七夕情人节 咱们店的叶姐又创纪录了 卫一姐 你今晚跟男朋友有没有约 我还没有约她呢 最近都在忙工作 忘了 你忘了 那她忘记了吗 她 我也不知道 如果她也忘记了 那她也太不及风情了 我男朋友呀 给我展了一三一四的红包呢 一生一世 真浪漫 虽说有点俗气吧 但是如果要考验一个男人 有没有把你放在心上 这种时候啊 还是要看表现的 喂 子柳 你怎么还没回来啊 卫一言 不好意思 我现在在家吧 你把你回来 没关系 我在家等你啊 如果她也忘了 那她也太不及风情了吧 这就是验尾 小さん 你回来了 走 今天那么多菜啊 嗯 快吃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有什么特别的吗 多吃点 嗯 怎么感觉有点像老夫老妻了 嗯 走了 嗯 来 你的手要好好保护 这些帮我来写就行 好 哇 好漂亮 这不是我们逛街的时候看到的吗 对啊 但是你为了体谅我故意说不喜欢 但是我看得出来你是喜欢的 可是这个要好几千呢 给你一个月工资 钱根本不重要啊 可以继续赚 但是你开心才是最重要的 你今天嘴怎么这么甜 你不是不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了吗 那刚刚你有没有神迹啊 我才不在意什么节日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相爱最重要 那怎么行 仪式感还是要有的 我要让你知道 你的鱼塘被盛包了 鱼塘 是吗 那你算了 我明白你的意思 明天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吧 哪里啊 秘密 好了 唯一 唯一 娇胜离 唯一 唯一 娇胜离 哦 你们 孙总 我们决定回来再听一次 对啊 唯一姐 我在家里闲着也是闲着 不如我们再试一次吧 你 孙总 你不是说过我是你发掘了一块金子吗 我还觉得我没有发光发热呢 我不甘心 孙总 这里就像家一样 我想回家 可是 我真的没有启动资金了 孙总 我们商量过了 我们可以用最快的速度 赶制一百套产品出来 对 唯一姐 唯一姐 我们起工 不可以不要工资 等公司的货卖出去了 再给我们也不迟啊 对啊 请 河怡 你就再试一次吧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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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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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哦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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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干擦啥 哦 这么好 你怎么来了 来 来 来 谢谢 给 给你的 之前 дуже这种 谢谢 不就是好 大家干杯 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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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乖 真乖 孫大小姐 我去美妆店打工了 回家相亲了 你放心吧 跟你爹好着呢 暂时不考虑 除了你爹以外的其他男人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就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 你就是在利用他 就算是这样 你能拿我怎么办 信不信 你果然承认了 你就是在利用白子龙 好 慢点 我宣布 这一百套全新的产品 今天 就是上架了 太好了 马上在产品上加账号 呃 我去录入信息 那我去联系客户 可是 我们这个账号 很久没运营了 估计要重新送花一段时间 这样你就不用担心了 最近呢 泽柳一直在替我们运营账号 还卸了不少事业粉呢 来 给你们看 虽然失败 但我很敬兴了一帮支持我的小伙伴 在他们的帮助下 我回到了工厂 完成了一千套全新的产品制作 现在 距离我们厂房到期 只剩下半个月 不管接近如何 我们都要牵你一份 白泽柳 怎么BV里做这么多好事情 也没有了 只不过就是拿一些锁碎的时间 剪剪视频而已 卑姨姐 泽柳哥 最近朝我学险集 熬了好几个通宵呢 原来就是为了唯一为了你啊 好了好了 就坐下吧 现在产品也有了 销售局也有了 那我们既然粉丝那么多 不如进行直播带货怎么样 我觉得可以 美姨姐的短视频 粉丝留言也挺多的 而且人气很高 有人气我觉得一定可以的 对对对 我平时没事的时候呢 也喜欢网购 我觉得孙总您来做的话 一定不会欣赏于他们的 我可以帮 我一起拍啊 这款产品呢是高光粉 它适合出席比较重要的场合 它能够使妆容非常的扣亮 非常适合可爱的妹妹使用哦 更重要的是呢 我们家的产品都是纯天然的 没有任何危害的物质 用上去反而更加滋润 现在下单还有五折优惠哦 怎么回事 我们这个月的销量比上个月下滑了一半 还跌出了前三 怎么做事的 我们的同量化妆品 一直在销售中是最高的 这一次销量下滑有其他的原因 自己无能 不要把事情全推到别的上面 白总监 我们现在自己没有直播带货达人 没有开通直播带货这个领域 而其他销量前三的公司 都有自己的达人 而其中 唯一美容的创始人 唯一 他自己就是创始人 他自己就是形象代言人 孙唯一 他的公司不是破产的吗 之前敌军是这样 可是 他又卷土重来了 孙唯一 我就不信 你还能折腾出手来 这样 你们明天去找最红的主播 我们一定要拿回前三 明白吗 好的 我马上去办 好的 白总监 看什么呢 过去这么大 他现在卷土重来 风头都盖过了米娜 宝宝 这点事儿也值得你发黄 别看了 我能不生气吗 明门千金做网红 在我们这个圈子里 就是个笑话 是吗 好了 别气了 晚上吃什么 不吃 唯一 我想跟你分享一下 我最近做视频的心得 好啊 你试试看 我们的账号之间为止 一共是两百多万的粉丝 我们最长粉的时候 就是有话题度的时候 就比如说 我们的那个改装视频 再再看 我们一共长了多少粉丝 整整十万个粉丝啊 那么多啊 对啊 所以说啊 我得出了一个心得 就是我们的作品 必须要借地气有话题度 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人来看 可是我们要维持 作品的持续性 其实挺难的 为什么呢 就是按照你说的 要维持作品的持续性 又要有话题度 目前我们现在 没有那么多灵感啊 可是那些爆款视频 全部都是你一个人创作的啊 所以说 我觉得你很有才华的 哟哼 你可不要绑架我啊 怎么了 我觉得你还挺上进的嘛 所以呢 我觉得 我可以帮你改造一下 不行 万一我帮你改造 你变摔了 跟别人跑了 那我找谁去了 不会的啊 我是很专一的 我才不信 子柳 你过来一下 哦 来了来了 往往这儿走一走 好吧 OK OK 牵个手 试一下 不要那么僵硬嘛 你好呆啊 也不要太过分 再靠近一点 我是唯一的品牌创始人 我的公司是做美妆的 这位是我的男朋友 我 我是一名4S店的修车工 我追求他追求了很久 但是 他一直都没有答应我 直到前不久 他突然同意我的追求 让我觉得 天上丢笑给他 大家一定很好奇 我们身份背景不同 所受教育不同 为什么会走到一起 身份悬殊的恋爱 现实中并不常见 请问女生喜欢她什么呢 那么 就由我来一一告诉大家吧 我喜欢她的体贴温柔 她的眼睛也十分清澈明亮 我平时 就会用她的眼睛来调整妆容 而且有这面镜子 拥有AI智能功能 还可以提前给她预报天气 温度 还有妆容效果 薇姨 你今天好漂亮 我真的 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一个妆容呢 就是 桃花鸡的出油妆 这个妆容呢 用一句诗来形容就是 粉面桃花两叶红 嫣然一笑嘴春风 哇 你这个戒指好漂亮啊 男朋友送的 看来我们白总监 这好事将近了呀 没有 哦对了 我们公司前阵子给你的 天然化妆品品牌 你用了怎么样 挺好的 但是林飞 我跟你说一句实话 你可别介意啊 现在孙维一开直播了 她那里卖的产品 比你们的便宜 可欣 好久不见 你怎么来了 你现在可是网红了 看来 是要跟以前的生活告个别啊 我可是主办方邀请过来的 我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晚宴现场 今晚呢 我们将举行一场慈善拍卖会 售出物品 物极善款 帮助贫困删去的小朋友们 今天就看哪位在直播间 捐出更多的爱心 让我们欢迎白玲菲女士 林飞 大家好 欢迎大家一起观看我的直播间 今天呢 我就要拍卖这个耳环 它是由意大利知名设计师设计的 纯天然红宝石切割 原价十二款 现在减半 之所以这么便宜呢 是因为我们要参加一个慈善拍卖活动 所得的钱款 将会捐到山区小朋友那里 这不是米娜的市场总监吧 这个耳环 又怎么好看啊 一分钱一分货 贵自然有贵的道理 哈喽各位朋友 你们看到的这幅耳环呢 会高于市场价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切面和色泽度 都是非常完美的 大家可以看一看 看 上耳之后呢 非常的修饰脸型 也会衬托皮肤非常的光泽 亮丽 这是孙维依啊 啊 它那样真挺好看的 我想拍了 谢谢这位爱丽丝朋友 拍下了这副耳环 为山区的朋友 献出了爱心 送起了温暖 好目前场上孙维依女士 帮我们卖掉了第一份产品 这个孙维依表达能力真的很优秀 孙维依真不易吧 有两把刷的 真的 这能力这么强 叫什么不行啊 你还是输给了我这个网红吧 今天我们的人气王室 孙维依女士 谢谢 我今天去慈善晚宴了 然后呢 然后在拍卖环节 有了白铃飞 真的吗 嗯 所以说 你现在已经不在意 那些人的眼光了 我管他们怎么看我 只要把东西卖出去就行了 那让我看看 现在你的眼睛里面 是不是只剩下卖货了 怎么可能 你再仔细看看 我的眼睛里面明明只有你啊 你们恋爱会遇到什么困难吗 会啊 就比如消费官吧 像我从小就没有因为钱的事情发过仇 买东西都不看价格的 像他就不一样 从小就吃过苦 机会比较节约 有一次我们一起去逛街 我就一直买买买 然后是他付的钱 他就会一直提醒我 不必要的东西就不要买 当时我就觉得 这个人怎么那么详气啊 就会很想分手 那是什么原因 让你放弃了分手的念头 嗯 是有一次公司打电话来说 有一批产品 因为处理不当发霉了 然后我就重新下单 因为数量巨大 需要一笔资金 当时我也没有那么多钱 好久二话不说 把钱赚给我了 当时我就觉得 这个人也不是那么小气啊 我是觉得 钱应该都花在刀刃上面 有一些不必要的东西 就不要乱花钱了 不过 如果他真的需要的话 那倾家荡产会愿意 所以我觉得 这个男人靠得住 当然我也有反省过 虽然说 他买的那些东西看上去 暂时还用不到 但是 说不定以后很快就能用上了 也没什么大不了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将为大家分享一款全新的妆容 职场俐落美人妆 这款妆容呢 非常容易上手 接下来就有请我的男朋友 白色流 哇 男朋友手好巧啊 好甜啊 姐妹们 买了买了 这是男友力加持的妆容啊 不过 真的挺适合去上班的 喂 董事长 白灵妃 你提议的纯天然化妆品 声称表演的市场 一定会让公司盈利 可几个月都过去了 你看看 现在的经营状态是什么样的 董事长 盈利这件事情 我们会努力的 相信在不久的时候 一定会有增益的 不久之后 我没这种耐心 白灵妃 我只给你三个月的时间 三个月 如果没有看到 营收数字的上涨 你总监的位置 就公收让人吧 好甜啊 我有同款化妆品 我是同款男友吧 羡慕了 果都关注 好贵 关于我们 纯天然的化妆品 代货事宜 进行得怎么样 白总监 我们已经跟MCN的网红 进行了签署协议 现在已经进行了 几轮代货了 结果呢 她一个号称千万的网红 代货量不到十万 这怎么解释 白总监 这个可能是定位不当的原因 因为她这个网红 之前是带健身产品的 突然换到这个美妆护肤这一块 可能会显得有点突兀 我要的是结果 不是互相推突 不 那你们怎么看待情侣号的 这个倒是也非常的火爆 满足时夏女生本 甜宠爱好 现在已经有很多的情侣号 也非常的火爆 我觉得这个可以 现在都喜欢情侣系列 特别是男生给女生化妆 这种互动类型 比起普通博主 她更灵动更有爱 这样 你们马上去找最火的情侣视频 把我们的销量提升起来 如果还是这样的话 你们下个月就不用再来了 我看我们真的要卷秃盖走人喽 临死之前 要不咱们再挣扎一次吧 直播间的宝子们 请看我视频间 他们是目前网络上最火的甜橙夫妻 是一对年轻的夫妻 现在才开锋半个小时 就已经是实时榜的第二了 相信过不了多久 马上就可以成绩第一 同时呢 甜橙夫妻是时尚度获得认可的 他们的装容 穿着打扮 都是网友们模仿的对象 让他们来推广化妆品 气和度比较高 很好 继续保持这个热度 嗯 而且防水效果特别的好 我们做什么 米娜就跟风什么 我们出情侣号 他们就签头部情侣主播 根本就是冲我们来的 你看啊 现在的实时销售榜 他们名列第一 我们暂时落后 大家不要急躁 这种情况是正常的 只要我们确保产品的质量 做好线上线下的销售 等不向前就好了 那是那个情侣号的女主角吗 以前是千千小姐 现在创业成功了 以前我好喜欢看她的短视频 我也喜欢 特别好看 是啊 要 来总监 那么关注我 需要我给你来个签名吗 你别太得意 人气和粉丝热情这种东西 往往不能长久 你不行 不代表我不行 是吗 你连现实中的人都搞不定 更何况是互联网 怪别错的才能和对的相反 现在我身边的人都长久着呢 幻象就是胖木 一戳就不 你可得小心 嘿 该小心的人是白总监你 你还是多关心关心你自己吧 别老把精力放在我身上 你放心 我一定会赢你呢 我发现你跟我之前认识的白铃飞变得不一样了 现在的你变得有自信了 但是有一点你没面 就是 我在你心里还是一样重要 你想太多了 那你 怎么还那么关注我呢 实际屁 你出去玩就出去玩 你拿我的身份证开房 你是疯了吗 你我病 我单纯是拿错了钱包 你觉得你做就对吗 一天到晚都拍视频秀恩爱 每分钟你都在乎你自己的妆容 把我当成一个工具人佩可 我们真的是夫妻吗 你才指责我 视频是你发起的吧 火了你不是很爽吗 你天天的挥霍 你花上百万买游戏装备 孩子哭了饿了 你还是在玩 你个没良心的王八蛋 我要跟你离婚 你离婚 你休想 我告诉你吧 你那脾气暴躁的样子我都录下来了 你要是离婚 我就全部放出来给你粉丝看 我让所有的粉丝都知道 为了婚状修理的你 在你家里是怎样一个婆妇 你 你王八蛋 你不离婚的话 我就把你出去开房的视频放出去 让别人看一看 你是怎么爱孩子爱老婆的 你个人渣 你敢 把手提给我 手提给我 这对夫妻这么快就塌房了 米娜的如意算盘 又落空了 没想到啊 这对夫妻背底里是这样的 果然啊 网络情侣 不可信 一马归一马 咱们泽柳哥跟老板 可是会一直在一起的 就是 肯定的 这就是你们给我的答案 网络排名第一的夫妻 对不起白总监 我们也没有想到 他们塌房 是不快 你们做视觉之前 就不能调查清楚吗 调查个屁 你跟我说什么 调查个屁啊 你见过网红 会在别人面前说自己 爱慕虚荣脾气暴躁的吗 你天天让我们加班加点 做市场调研 一旦出现不可抗力的因素 就把责任推卸在我们身上 你不觉得自己很好笑吗 你给我滚 你不说我也会走 喂 董事长 白总监 你真是一次又一次地让我失望 你这事怎么跟我保证的 现在好了 这点网红夫妻踏房 连带着我们的产业也被人取消 总监的位置 你下来吧 任职服务 我给你安排新的工作 都怪孙薇仪勾引我地点 他们俩做情侣账号 把同类都笔下去了 我现在连总监的位置都丢了 笔下去就笔下去了 工作了 无所谓的 当初是你介绍我接米娜的 你就不嫌我给你丢人 达不到你爸妈的要求 怎么会 对 我觉得 你给我当个家庭主妇也挺好的 别那么拼忙 她这是 要跟我组建家庭 有个新女友 你也该退出 自乐哥 你可真有意思啊 不客气 她可是咱们公司的上门女婿 整个好事应该的 她可是你老板我的男人 抓个注意点 孙总 今天是不是要开个会啊 对啊 你们在这里等我一下 我先把我男人送和一起再开 自乐哥 你先人倒数八个小时 你就能见到我姐了 没事 不愿意 走了走了 拜拜 拜拜 大家听一下 我呢想跟大家商量一下 公司的下一步该怎么走 就跟着老板走啊 喂 姨姐 我们现在销售的纯天然化妆品 是做得越来越好了 是啊 每每网呢 又给我们发来邀请了 我还想问你要不要答应呢 我觉得我们先不要着急 扩大销售规模吧 喂 姨姐 你这个是不是叫那什么饥饿营销 那是下一步的打算 我现在先想的是 要把产品扩大规模 那我们要怎么做呢 邀请明星代言 让产品增加曝光率 让品牌知名度提高 那适合我们产品的女明星 老板 你有人想了吗 目前我看中了 莎莎 莎莎 我的女神 莎莎 不错不错 最近啊她势头很猛 嗯 电影综艺一个也没落下 是冉冉升起的心形 她我知道 你看啊 她很火的 但是 我好像在地铁站看到过她的化妆品广告 她的广告代言化妆品类的只有米娜 而且据我所知已经快到期了 老板 你这是有备而来啊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吧 维依姐 嗯 你下次去找莎莎谈商务合作的时候 难不能带上我 我想见你我的女神 没问题 谢谢维依姐 嗯 来 看镜头啊 哎 表一下放点 来 行 好 对 微笑 你好 我是昨天跟你预约的唯一美妆创始人孙万一 再来一张啊 我知道 我让负责人呢调查过你们的产品 质量还是过硬的 好 是的 我们的产品既生态又时尚 非常符合莎莎小姐的气质 嗯 对 这些都没问题 好 那你是大意马上跟我们合作了吗 问题是莎莎的事情我说了不算 要不你说服务她 再来一张啊 表情不太好 来 上一下 来 莎莎 坐 你好 你好莎莎 我是唯一品牌创始人孙万一 我干嘛 小莎姐 我特别喜欢你 你就是我的女神 别说了 从现在这秒开始我什么都不想拍了 唯一姐 快给我 莎莎 来 喝一杯无糖滴酒奶茶 我过个奶茶 我知道你 你是那个网红 之前是什么夜会猛男 现在又是搞情理浩 哎 厉害 厉害厉害 拿着 那么多网红你都记得我 说明我们有缘分 但其实互联网上那些都是假的 我知道啊 我平常就是喜欢看看八卦新闻图会开心 哎 那你到底有没有 哎 没有 莎莎 我这次来呢主要是想跟你谈一谈 化妆品代言的事情 没心情 不聊了 哎 莎莎 喂 莎莎 喂 莎莎 别去了 你看她这个样子 根本没心思听我们说话 怎么了 唉声叹气的 哎呀 就今天我们去片场见的那个莎莎 我们去现场找她 跟她说话她完全都不听 直接走人了 这个人 她的车也在我们这里修 听我的同事们说 她情绪特别不稳定 很容易生气 你为什么要选择她啊 因为 她真的很适合 好吧 你说了算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我觉得 她跟从前的我特别像 今天见到她 我觉得她不仅仅是因为不高兴 我想再跟她接触几点事实 那要不 我陪你起去 如果你再受她欺负的话 我可以替你出头 你这怎么搞的呀 洗个澡都能把自己手弄补折了 地面花能怪我吗 你以为我想摔倒 你今天这一年出的事还少吗 拍戏晕倒 广告摔倒 综艺下倒 再这样下去 我看你这不想火了 我已经受伤了 你还要一直说我 能不能让我安静一会儿啊 等等等等别跟我说了啊 不管不管吧 一会儿带她去学滑板吧 你觉得呢 可以啊 不过她什么时候下班 哎 叉叉 你们怎么在这儿 我们想带你出去玩你愿意吗 走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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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拍了又真实又好看 你本来就又真实又好看 你本来就又真实又好看 之前在拍摄片场 我对你很不礼貌 你就不讨厌我 当时是挺讨厌的 但是后来想想 你可能需要发现吧 被你看出来了 之前我爸让我去相亲的时候 我就会特别的叛逆 然后做一些极端的行为 所以我一见到你 我就明白了 是啊 我有双向情感障碍 那你为什么还要那么高强度的工作 之前我爸做生意破产了 他就把我签给这家公司替他还债 这些年我全年无休 今年真的太难熬了 叉叉 以后 你有什么情感上的问题 随时找我 嗯 好 这个产品呢 粉质非常的细腻 上脸也非常的闪 来给大家看一下 喜欢就赶快行动起来吧 现在下单呢 可以享受我们直播间 现实力会 这些神眼啊 跟我拿石头 莱宁飞 你怎么给我做事的 董事长 我们打听到 她跟唯一美妆签了合同 唯一美妆 对啊 就是我们纯天然化妆品的劲敌 有人看到他们公司老板和莎莎在一起 好像亲姐妹一样 我不管什么唯一 唯二 你给我付圈子 从现在起 我们要将自己全部的精力 都进去在电商 你们会报下进展 我们再联络支撑电商 我们有信心 市场调研呢 我们目前的竞争者只有三家 目前是孔雀美妆 灵动美妆 以及唯一美妆 唯一美妆 是的 我记得他们上半年入住的没美网 但是上线之后难出的问题 被下架了 但是他们经过了半年的沉淀 市场和口碑都有所提升 我们还是不能清理 商品销售额度 只能调出一年的吗 是的 我现在就去找财物 问他能不能调出三年的 确保让他们看出我们的诚意和实力 你们继续完善你们的标书 好的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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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程 失程电商 怎么了 失程电商的竞争数下来了吗 对 怎么样了 我宣布 我们要进军高端美妆电商了 这可比美美网牛太多了 我们这次要火了 这次我们一定要把握好机会 大家加油 加油 加油 唯一唯一 销售第一 太好了 喂 莉莉 你能解释一下吗 据我了解 角逐驰城电商化妆品公司 只有三家 而我们米娜 是年销售额最高的一家 小姐 感谢你对我们驰城的支持 这是我们内部投票决定的 你终于回来了 来 给你个惊喜 送你了 哎呀 宝贝啊 你去国外考察这些日子 我每天晚上都在想你 我盼星星 盼月亮 可算是把你盼回来了 这下 你可不能离开我了 怎么 怎么了 你什么意思 你人在国外 你派人调查我 徐景湛 我从小就没有安全感 不相信任何人 我原本以为你会是例外 没想到 你也一样 卢姐 我认真对待的女人 只能是你 不 情话就不用再说了 我知道你想娶我 想和我完成商业婚姻 实话跟你说吧 我 根本不相信爱情这个东西 所有男人在我看来 都一样了 所以 我也不是很在意你那些破事 这么说 你是答应跟我结婚吗 是啊 前提是 你放心 我的那些事 我会处理得干干净净 那倒不必 正好我最近有时间 我可以亲自动手 怎么 心疼了 怎么会 你想怎么样 就怎么样 董事长 小白 给你介绍一下 这个是刚从国外回来的陆希 从今天起 由她担任市场总结的职务 由你来辅助她 办公室这么脏 你都不打扫的吗 我又不是打扫阿姨 你去告诉人士 给我换那新的电脑来 还有 把你的办公车 你到外面市场过去 你 叫我用总结 小白 自己来啊 这是多人办公区 你自己办公区不用了吗 您知道 那个Lucy有什么来头吗 Lucy可是人家国外名校毕业生 实力可相当啊 有实力和没本事 区别还是很大的 之前呢 拽得很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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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公司的全新高端化妆品配方 刚才被泄漏了 这个配方在这个公司 只有两个人知道 一个是董事长 另一个 就是 我的确是拿了制作部的配方 但我这是为了 能够更好的做推广工作 推广 好 那我问你 你的推广工作做得怎么样 据我所知 你的化妆品 做得一败涂地吧 所以我现在合理怀疑 是你 李英外合 将配方给了其他公司 想现我公司于不利 我怎么会 并且 我们聘请了专门的网络人员 发现配方发送的时间 是中午午休时间 那么请问 谁在这个时间 单独行动过呢 午休时间最后走的 只有白领佩 是的 是的 我吃药 也只有她在 不 不是我 大家看真的有邮件 你不羡慕 人证物证俱灾 你还敢交别 董事长让我告诉你 你别开除了 现在拿上你的东西 走人 号车 警察 我被米娜赶出了 你别哭 谁啊 许警察 你旁边的是谁 徐警察 快开门 徐警察 怎么了这么晚 是谁啊 阿灵飞 你不要想扩服你 徐警察 人类你早就跟他搞在一起了 你是个负心男人 你搞清楚 他要许的人是我 你以后他的关系介入米娜 被扫地出门是一定的 别像个疯狗在这乱有着 你个渣男 阿灵飞 你自己也是个渣女 你平成说 当初 是你介入我和孙文艺之间的 徐警察 你什么意思 当初是你跟我说 你跟孙文艺没有真感情 全是商业联姻 跟我的感情才是真的 你还真相信 谁和谁在一起的时候 不说自己是真爱 我以为你清楚自己的定位 你我不可能走到最后 再说了 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给过你那么多金钱 和事业上的帮助 你应该知足 可是之前 你明明告诉我说 我才是最适合你的 你跟我说 现在 我到底算什么 你那么聪明 你觉得呢 我以为你够懂事 没想到 你那么天真 Lucy 才是真正配得上我的女 门当户对 我们在一起之后 两家的资产就会迅速飞升 你能给我带来什么 你只不过是我无聊的时候 以后用来打发时间的吧 石剑镇 现在公司的业绩稳不上涨 到时候 我们可以换一个大一点的工厂 嗯 办公室也给大家换一个大一点的 我们再换一个大一点的房子 好啊 你怎么了 我有一点担心 付不起更贵的房租 哎 这有什么呀 有我啊 可是我答应过你 我要养你的 这有什么关系啊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之前都是你帮助的我 你的公司现在稳步发展 可是我呢 还是一个小小的修车工 我感觉我现在配不上你 哎 唯一美妆能有今天 你功不可没 我能走到今天 也都是因为你 不要再让我听到这样子的话了 嗯 嗯 白斗柳 白丁妃 开门 哎哎哎 你怎么喝成这样啊 进来进来进来 气死我了 慢点慢点慢点 你这是怎么了 他出鬼了 他骂我 配不上他 他还说 我就是他用来打发时间的 他这种渣男 你会必被他伤心的 所以 你怎么在这 我跟我男朋友的家 我为什么不能在这 你这是来嘲笑我的是吧 算了算了 还不好一点 好一点 哎哎哎哎哎 走走走 我们去那边 走自首 我们去那边 薇衣 今天晚上 让他留下来住吧 我又不是冷血无情的人 薇衣 我就知道你人最好 哎 这是我的 这是我弟做的早餐 我不能吃吗 你让他住了平面里 他就上班了 这里我说了 孙文艺 你住在我弟租的房子里 处处要他照顾 我警告你啊 你别跟我耍什么花意 你怎么耍花呢 我跟你弟谈恋爱 互相关心互相爱护 怎么叫耍花样呢 那我是他亲姐姐啊 你也要对我恭敬的 不可能 莉莉 这是我的简历 之前我们都是同学 我的实力你最是清楚的 你的实力 我自然是清楚的 这要放你没进米娜之前 你是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的 这是什么意思啊 现在全行业都在议论 说是你泄露了米娜的化妆品秘方 那是最多陷害 不是真的 但是你没有能力证明自己的清白啊 泄露行业机密可是大气 现在你已经被拉入全行业的黑名单了 我今天来是看在我们曾经是同学的份上 凌飞 你别怪我 以后有事 你在微信上找我就可以了 别来公司找我了 这样不太好 你要喝酒了吗 我没有 没有一家公司肯要我 我是不是很幸运 别喝了 来 我自己会走 慢点 我找不到工作 来 我帮你找 来来来 来 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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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听过了 白铃飞因为泄露商业机密 被米娜开除了 现在 遭到行业封杀 她怎么会这样子 但是这件事情也有蹊跷 你看像一般放在别的公司的话 早就够了 而米娜就没有 就在第二天 许景战和陆西联谊的新闻就出来了 而且 徐氏 跟米娜高层还是亲戚 这事就说不住了 你的意思是 那个渣男另寻了新欢 就 她总之喜欢总结晶 我早就和她说过的 这个世界上不属于她的东西 迟早都会还回去 早餐好了 杯子里的是醒酒糖 你要是没钱了 可以在这里住一段时间 前提示 不许帮我女朋友的东西 你怎么在屋里吃荣丝 怎么不开窗啊 你怎么那么早下班 公司是我开的 我想什么时候下班 就什么时候下班 所以 这零食是我买的 怎么这么小气啊 早然后那牛奶 还是我买的呢 你这一天天无所事 是不是还觉得挺空虚的 还行吧 我觉得在家里过得挺重视 我怎么记得 有些人跟我说过 喜欢每天忙忙碌碌的 不喜欢在家里 你上次让我帮你救的那个胎戒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有人脚上长胎戒了 你说你也太做了 这胎戒有什么好处的 又没外看 什么 你这是第一次知道 我脚上有胎戒啊 对啊 可是许景震说 在大学的时候 你就跟他说过 我脚上的胎戒很丑 并且还嘲笑我 我 怎么可能 我之前都没发现 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 你有没有找他复合过 怎么可能 是他找我复合 我还把他踹水里了呢 是吗 好 走 我送他 送我医院 原来他那天全身湿透回来 是这个原因 这个渣男 没句真话 他还跟你说什么 他说你创业的时候 租了一个厂房 然后提前放消息给我 这个情报倒是真的 所以你就先我一步收购厂房 把我逼到角处啊 嗯 因为许景震说 你对他很继承 如果你创业成功了 一定会找我们去护村长 所以你就在我创业的时候 处处打压我 此要这我不放啊 白铃飞啊白铃飞 你怎么可以那么容易 受炸弹教唆啊 亏你还在上学的时候 年年考第一呢 他还说我什么 可欣跟他说你想入他的商场 米娜齐县店签约的事 他跟可欣也稀少 齐总 谢谢你的牵线搭桥 我和白小姐啊已经签约了 不可怜 然后你就代表米娜入住商场 让我被迫出局 还有什么 跟在我身后 跟方推出纯天化妆品 天呐 我也不行了 自己坦白了吧 还有你做情侣号出圈 反正我就是跟你对着唱呗 这些都是他的枕边方啊 嗯 差不多吧 白铃飞啊 你到底看上他哪一点啊 看上他假装对我的体贴和大方 那倒也是 当初我也是被他的虚情假意给骗了 你笑什么 我笑我自己 当初花了那么大的心思 结果把一个垃圾给抢了过来 所以现在帮友来了吗 孙月姨 你能不能注意一点啊 这都多少年了你还这样 我平时就是这样 你爹都没有见见过 你在那叫什么见 再说 我以前这样的时候 你不是帮我打赶的挺好的吗 自从我们签下了沙沙组代言人 入住吃省电商以后 销量一直蒸蒸日上 接下来我们会推出 遮瑕膏和睫毛膏 让我们产品更加丰富多彩 唯一姐 再这样下去 我们是不是会成为国潮美妆品牌的No.1 低调一点 大家先不要想那么多 把自己该做的做好就好了 怎么了 美姐 走了个米娜 又来了个徐氏美妆 他们的产品跟我们大同小异 但是 既然比我们的价格还便宜 现在 他们销量排名第一 把我们比下去了 徐氏 徐景善 对啊 老板是叫徐景善 怎么 孙泽你认识啊 我知道 徐氏公子前不久和陆氏集团 通过了 以爱情的名义 推出什么徐氏美妆 声称 为了替爱妻 寻辩全世界 从植物中提取珍贵化妆品成分 让这个价格朴实 便民 这听上去又是一个打着爱的别义的广告 套路消费者呗 是啊 这一分钱一分货 他们这么便宜 怎么能跟我们相比呢 对不对 就是 白泽柳出差了 她把她做的晚饭放进冰箱了 怎么了 那个渣男她又左右了 给 我的爱妻露西 是个十分善良的女孩 她一直想放了一个独立的化妆品品 原因不会转强 只为向广大的女性同胞 分享她的美名秘密 我很想帮助她 达成这个问题 所以我的老公为了我的梦想 寻遍了全世界 终于从天然植物中 提取出了这个化妆品产分 所以我想把它 分享给全世界的女孩 他们俩这油腻的印记 可以熏死一堆苍蝇了 是吧 你都觉得恶心 那就是真的恶心 也不知道他们从哪儿弄来的原料 比市场价格还要便宜一个点 再加上宠妻人士 石头震望 果然是合作共赢啊 你可比不了 我已经和她化妆借下了 别跟我提她 哦 小笑 喂 易姐 好久不见啊 最近 那你生意怎么样啊 你在的时候生意还可以 现在啊 因为徐氏美妆对我们的冲击 到这店里面没什么生意了 你今天的妆很服贴啊 用了什么牌子的片妆啊 给你推荐啊 超级便宜 又好物的徐氏美妆 我今天整个状态用的他们家的产品 真的很不错啊 在哪儿买的 是要有徐氏美妆官网 他们家的产品 沉天然无刺激 主要的是便宜 特别适合我们这些学生打 便宜没好货 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而且这种上脸的东西 还是注意点吧 你谁啊大婶 你能别随便叫人吗 你跟学生妹叫什么劲啊 我这不是为他们好吗 用脚趾到小都知道 徐景湛这种人 怎么可能不挣钱 为了造福人啊 我也不信 你怎么在这儿 没有工作啊 随便逛逛 你呢 最近业绩不好 想去之前打工的地方看看 要不 你来我们公司 我就随便问问 我去 真的 有意见吗 没有啊 你那 来的停一下 这位是白灵飞 孙总 我们都认识啊 就是那位鼎鼎大名的 之前无论我们做什么 都爱横插一脚的 知名伪装总监嘛 我听说啊 白总监只在高级场所里婚 怎么来我们这儿了 好了好了 他今天来呢 主要是熟悉一下公司环境 大家手上有什么能干的活 都可以交给他 我们哪敢啊 对不对 对啊孙总 人家资历那么厉害 各位 我为之前恶意打压你们公司 十分抱歉 我今天来呢 绝对不是来干坏事的 最近销量怎么样 收循是美妆的影响 我们的销量呀 节节下滑 好烦啊 最近我在他们官网上面 买了一瓶他们的粉底液 我觉得很一般啊 你看 这批货便宜 当然有下次 我下午亲自送过去 放心吧 不会出事 这么晚了还没选啊 在谈点工事 是香味 下午我去考察仓库 应该是原料的味道 文艳 我记起来了 当初我和许景 站在一起的时候 我无意中 听说他在承西的仓库 放置了货品 那批货是有瑕刺的 那晚我还在他身上 闻到了气味 就是许氏 美妆 粉底液 真的吗 一模一样 小哥 姑娘 你怎么了呀 我迷路了 我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我先站那儿 你们俩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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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知不知道 今天有多危险 要不是我和唯一 有位置共享 今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都不知道 拍到了吗 果然没错 接下来就该检测 许氏产品了 也 你们两个好好哦 事情是这样的 这可以太危险了吧 我们知道 倒是 我们必须这么做 嗯 薇地 你答应我 以后不要再做 这么危险的事情了 你知不知道 我今天晚上回来 看你不在家 看见你们两个人 一个都不在 我心里没有多着急 以后不要再让我心里 那人生了特别伤 好了好了 我知道了 大家快进来 检验报告出来了 怎么样 你们看 徐氏美妆产品的检测报告 她的美妆里面 确实还有违禁物品 果然跟我想的一样 原来是这样啊 那他们是不是就不能销售了 何止不能销售 再过几分钟 新闻就会发布 徐氏美妆可就完了 白凌飞 这次多亏了你 没什么 我只是天天行道而已 那我们是不是还是那个 名副其实的美妆第一 凌飞 我之前说的话 你不要放在心上 还是呢 我知道我知道 你身边有没有朋友 能帮我一下 我知道 我很快就能给你 喂 你有没有告诉我 你老公出事了 你还有心情化妆 我要跟你离婚 你说什么 薛景战 你应该很清楚 我跟你的婚姻 只是一场交易 现在因为你没本事 害我家族丢进了脸面 现在结束这场关系 是理所应当的 你 就这么现实吗 多大的事 我们学家家大业的 很快就能卖平 陆小 如果你们家愿意帮我 来不及了 你看 媒体上铺天盖地的文章 你要坐牢了 不 一定有办法的 我们家很看重一声 绝对不会躺这趟婚事 从现在开始 我跟你没关系 结婚 我离定了 你就这么绝情吗 我们才结婚多久 你不能就这么把我说了 更好 这事儿 多少有你的愿意 你没听说过一句话吗 苏基本是统领鸟 大大铃头各自飞 我可不会等你 好 离婚协议书 我会让我的律师快递给你 待会儿我会搬走 露子 你真的好狠 彼此彼此的 收到消息 徐氏美妆已经全部下架 我们胜利了 那我去买点啤酒 庆祝一下 好 感谢 太棒了 真好 小飞 这次真的谢谢你了 班导塌 是我自己想要做的 现在露西也宣布 跟徐警战解除婚姻了 她现在真的是重盘亲礼了 等她出于后 她要是想再动山再起 那可就难了 自作孽不可活 所以说嘛 走多了夜路 总会碰到鬼 你叹什么气啊 我叹我自己 当年为了争一口气 把自己当傻子一样 现在明白也不吧 酒来了 酒来了 来 祝祝我们 夜盘求生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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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干杯 白小柳 你有了女朋友 就把你亲戚 陪到一边了 那对 我告诉你 她最乖心的人是我 郭鑫 你听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就是一只 披着羊皮的狼 你根本就是在利用白泽柳 你就算是这样 你有什么法子总是什么 怎么样 信不信 你果然扯的 你就是不爱白泽柳 嗯 这个录音是什么时候的 就不久之前 我看你们两个恩爱 就帮你问我了 喂 谁啊 我是孙鲁鱼的爸 啊 叔叔你好 呃 你离我女儿远一点 你就是个修车工 配的是他吗 嗯 造了 咋 我先走了 哎 造了呢 这么早就出去了 他说有急事 你看着我干嘛 昨天我们都喝多了 你有没有跟白泽柳 是我的坏话 怎么可能 你这是一小人之心 夺君子之父 北姨姐 咱们的销量又重回宝座了 这就叫风水轮流转 现在轮到我们了 孙总 那今天晚上 公司聚餐 是好的 北姨姐 叫上泽柳哥一起呗 对啊 泽柳哥可是我们公司的上门女婿 哈哈哈 孙总 你们好事将近了吧 哦 怎么了 你弟弟说他没空 小小 你还求大家 我吃过了 沈万一 你书拿反了 你怎么了 走 你怎么这么晚才起来 挑修 你女朋友临时去公司了 他认了你最爱吃的 但是你居然现在才行 是吗 你怎么最近怪怪的 有吗 还没有吗 那是换作以前 你一碰到他的事 就像连体婴儿一样 黏着他 最近几天 你都对他保持距离 我听到了 你手机里面唯一的录音 啊 就是那段他说 和我在一起 只不是为了利用我那段 是我 那天 喝了酒跟你说的吗 不是 白子了 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那天 是我故意记他说的 一个人说一些话 总是有些自己的想法的 就凭我最近和他的相处 我觉得 他对你是真有感情的 真有感情又怎么样 就像你之前说的那样子 我和他的地位 本身就是天差地别 你觉得我们 还有未来吗 但我觉得 感情无关这些 这是新商家的一款冰激凌彩虹 粉质细腻 质地柔软 然后它适合各种各样的复制 让我们邀请莎莎来试一下 嗨 大家好 让我来试一下 目前冰激凌腮红 已经售出一千零五十套 你们那边怎么样 我这边记录完成 我最近已经看实施发货了 白点 你把我们的销售体系提升了以后 我们的销量和粉丝量都增加了 而且呢 客服部还反映 是我们的粉丝留言 目前是伪装行业里排名第一的 中场休息一下 倒计时两分钟 阿妹 你去给孙维一整理一下造型 然后再给莎莎补下口 好嘞 这个给你 来 我给你整理一下 好 可以啊 我刚刚都听到他们喊你白姐姐了 这次来公司多久 就已经 那么会收买人心了 是啊 你以为我是心甘情愿来给你打工的吗 以我的能力 不出几个月 肯定把你的公司抢走 我们这个月 销量还不错 加上杀杀的代言 这个月销量排名第一 我们这个月推出的新品 有腮红和羞绒粉 那他们的销售得名了 这两款产品的销量 目前分别位于实时榜的第十名和第十五名 我们这个宣传做的还不够到位 我们视频账号呢 我们做的情侣视频账号 现在人气很高 而且点赞评论都很好 这样 明天是周末 我通知白色柳 继续和威依一起拍摄情侣视频号 为我们的新产品造一步试 威依 你觉得呢 好 正好 好久没有和泽东约会了 小了 谢谢你今天来帮我们拍摄 没事 应该的 再放高一点 再聊 看我买了新缝证 天翔等你剪下来了 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你把它拿下来了 没事 你要不我们还是放这个新缝证吧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 白泽柳 你怎么了呀 泽柳你说话 白泽柳 你到底怎么了嘛 是我做错了什么 你要对我这么冷漠呀 我们之前明明都说过 要互相坦诚的 好 那我告诉你 我昨天从我姐那边听过了一段录音 录音的内容 是你亲口向她承认的 说你和我在一起 只是为了利用我 对吗 不是的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听我说就是 卫音姐 电话 卫音 还大了 家里出事了 我活不成了 你快回来吧 孙柳 我家里有急事 你等我回来再给你解决这一切 你等我啊 你 你谁啊 孙氏企业搬签了吗 你不看新闻的吗 什么新闻 孙氏企业被查明 在食品中添加围经添加剂 此添加剂 此添加剂正式会对儿童大门 产生不离 律师 我跟你说啊 昨天一夜之间这里全部被查封了 女儿 对不起 现在一切都完了 光是那些孩子的医疗费 就是一大笔数目 我这辈子难以翻身了 我走了 你要好好保重自己 等风头过去了 我再回来 曹智现在何必当初呢 唯一姐说过 她和她爸早就断绝妇女关系了 孙氏集团的事情 不会影响到我们公司的吧 难说 唯一姐 您这是怎么了 相信大家都看到我爸的新闻了 我想了很久 还是决定 把公司卖了 用这笔钱 赔偿那些受害者 那是大家放心 我会把你们的工资和奖金 提前发放给你们 新的老板也会对你们很好 唯一 你真的决定了 对不起大家 我们结束了 你认真的吗 实话说了吧 我从来就没有爱过你 一个小小的修车工 我是不可能爱的 你说这种话的时候 能不能看着我说 看着我说 之前 就当是我对你最后等着 我不需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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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